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现代物理和电影裸露镜头 或者说我如何度过我的科学周 为什么公司仍然希望拥有内部数据中心 印度的爆破业务正在蓬勃发展 美中竞争不会将东南亚分裂为两个阵营 新加坡总理 瑞典电动汽车制造商Polstar 在第三季度交付量增长了50%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现代物理和电影裸露镜头 或者说我如何度过我的科学周 南华早报评论版 这篇文章讨论了作者对电影奥本海默 以及对科学家剧罗伯特 奥本海默的描绘的看法 奥本海默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作者质疑为什么当代传记电影 经常展示科学家的真实生活 并认为这可能是不必要的 与他们的实际成就无关 他们还分享了自己学习哲学的经历 最初觉得这是无用的 但现在却很欣赏 然后作者回顾了维尔纳 海森堡的一本探讨物理学和哲学关系的书 以及现代物理学如何挑战传统的现实观念 他们强调 曾经被认为是基本的空间 时间和因果关系等概念 已经被量子理论所削弱 作者最后指出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可能已经过时 并受到过时的力量和因果观念的影响 为什么公司仍然希望拥有内部数据中心 经济学人 由于其相对于公共云服务的优势 工业企业仍在投资自己的数据中心 尽管云预算已经超过了内部数据中心的支出 但许多公司发现本地计算更适合他们的需求 数据主权 实施数据分析 以及将数据保持接近人工智能模型的需求等因素 推动了这一趋势 大众汽车 卡特比勒和发纳科等工业领军企业 是采用双重方法的公司之一 他们使用自己的数据中心处理关键数据 而将不那么时间敏感的信息 交给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处理 印度的爆破业务正在蓬勃发展 经济学人 自4月以来 印度爆炸品制造商 Premier Explosives和Solar Industries的股价 分别翻了一番和翻了四番 这反映了该行业的积极前景 该行业受益于印度煤炭公司的强劲需求 国内建筑业的繁荣 以及国防支出的增加 该行业还受益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因为客户寻求中国供应商的替代品 中国部长清洗反映了习近平的人事困境 外交官 最近撤换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 以及清洗高级军事官员 引发了对习近平政府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质疑 据报道 秦刚被撤职是因为生活方式问题 具体是在他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期间的一段婚外情 金融时报称 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是秦刚的婚外情人 据信他在美国通过代院生下了一个孩子 另一方面 李尚福被认为是被带走审问 可能是作为腐败调查的一部分 自六月以来 至少有四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将军被撤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也在九月初被免职 这些清洗行动引发了对习近平管理高级政治和军事人员能力的质疑 包括人才短缺 表现不佳 以及政治机构内部分歧 尽管这些清洗行动对习近平的权力掌控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们确实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管理高级人员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 美中竞争不会将东南亚分裂为两个阵营 新加坡总理 南华早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 尽管美中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但他对东南亚国家不会分裂成两个阵营持乐观态度 李显龙表示 虽然各国可能会更加倾向于一方 但几乎所有国家仍希望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 他还强调了日本、韩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在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 李显龙警告称 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敦促各国政府关注共同利益并抵制这一趋势 瑞典电动汽车制造商Postar 在第三季度交付量增长了50% 路透社 Postar汽车控股公司报告称 与去年同期相比 其电动汽车EV在第三季度的交付量增长了50% 导致其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3% 然而 由于高借款成本影响全球对新车的需求 这家瑞典电动汽车制造商的交付量较第二季度下降了12% 高价升级版Postar 2的销售有助于提高利润率 该公司预计这一趋势将在今年余下时间内持续 Postar汽车重申了全年交付量预测为6万至7万辆车 地域之前的目标8万辆车 该公司计划在第四季度在中国开始交付Postar 4紧凑型豪华跨界车 沙特对纽卡斯尔连队的投资正在取得回报 德国之声 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PIF最近对纽卡斯尔连队的收购 在球迷和人权活动人士中引起了争议 PIF由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控制 纽卡斯尔的收购被视为沙特阿拉伯推广自己作为全球大国战略的一部分 批评者认为沙特政府的人权记录 包括针对行使言论和结设自由权利的个人的打压 应该成为阻止收购的因素 然而 大多数纽卡斯尔球迷似乎对这种情况感到满意 他们认为这是俱乐部投资和成功的机会 纽卡斯尔的收购只是外国对英格兰足球的投资的一个例子 巴黎圣日尔曼和曼城的所有者也来自中东 文章认为 球迷对成功和投资的渴望可能超过了对人权的担忧 导致对纽卡斯尔的收购几乎没有反对声音 一位经济学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丝绸产业 哪个事实更重要 外交官 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法院命令经济学家尤立 尤苏波夫撤回并向乌兹别克斯坦丝绸协会道歉 原因是他撰写的一篇文章 揭露了该国丝绸行业的腐败问题 总部位于塔什干的经济发展中心负责人尤苏波夫 正在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 这个法院的裁决被视为一个试金石 用来测试独立研究人员是否可以发表 基于事实的分析 而这些分析对国家获其支持的企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上人均残减产量第三大的国家 但该行业存在效率低下和配额的问题 农民被迫将残减交给官员家族拥有的新成立的私营公司 尽管棉花行业已经进行了改革 消除了强迫劳动的使用 但丝绸行业仍然没有改变 尤苏波夫的文章是基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乌兹别克论坛提供的信息撰写的 该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注册 法院的裁决可能对该国的独立劳工权益监测产生影响 可能转弱供应链监管和审计认证 印度对newsquid的打击引起记者们的警觉 德国之声 在新德里数百名记者和活动人士 在印度新闻机构newsquid的创始人普拉比尔 普尔卡亚斯塔和人力资源主管阿米特 查克拉瓦蒂被逮捕后进行了抗议 newsquid一直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政府持批评态度 这两人根据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恐怖主义法被逮捕 警方指控newsquid接受非法外国资金来传播对印度的不满情绪 批评人士认为政府正在利用UAPA来打击不遵循其宣传口径的记者 智利政府寻求中国帮助将经济升级至超越商品的水平 彭博社 智利总统加布里埃尔伯里克正在访问中国 寻求能帮助该国经济多元化的交易 智利政府旨在吸引投资提高生产力 并为智利的铜锂和水果出口增加价值 此次访问正值中国正面临房地产危机和消费者及企业信心疲软 智利经济也面临挑战 包括高借贷成本和需求减弱 政府正努力在两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 因为两国关系仍然紧张 摩根大通考虑将沙特里亚尔债券纳入重要的新兴市场指数 彭博社 摩根大通正在考虑将沙特阿拉伯的本地货币债券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基准 此举将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组合投资 并为实施大型项目提供资金 以实现从石油的多元化 摩根大通已将沙特阿拉伯列入政府债券指数新兴市场的审查范围 潜在的纳入可能会提升沙特政府证券的流动性 并吸引更多被动基金 沙特阿拉伯正在大力投资于多元化项目 包括新城市旅游度假圣地和电动汽车 中国的CAPVision调查即将结束 但外国投资仍然感到不安 南华早报 美国研究公司CAPVision表示 经过数月的过程 其中国分公司已通过北京的合规调查 但这一争议引发的问题 中国是否仍然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目的地 仍在继续 尽管中国官员已经铺好了红地毯 以说服外国投资者留下或回归 国内分析师也表示 调查结束意味着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怀疑仍然存在 中国传递的信息有时是不一致的 香港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大卫 齐格说道 产科病房的关闭引发了关于人口下降的争论 微报 中国的几家医院产科部门已经关闭或缩小规模 引发了对该国出生率下降影响的讨论 中国的出生率在2022年创下历史新低 导致人口自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萎缩 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正在引发人口危机 老龄化和人口萎缩 威胁着中国的GDP增长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出生率 例如允许家庭生育三个孩子 并为第二和第三个孩子提供现金补贴 但这些政策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泽连斯基对美国的支持充满信心 尽管国会的声音有些奇怪 金融时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尽管美国支出协议中没有进一步援助乌克兰 但他对维持广泛的美国支持充满信心 美国议员取消了60亿美元的援助 以避免政府停摆 泽连斯基将此举与明年的美国选举联系在一起 泽连斯基表示 他得到了美国总统乔拜登的100%支持 并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 包括欧洲委员会主席乌苏拉 冯·德莱恩在内的欧洲领导人 也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表示了信心 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约瑟普·伯雷尔表示 削减资金是出乎意料的 他希望美国会重新考虑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本期的六度简报中 我们探讨了电影中的裸露镜头 与现代物理学的关系 为什么公司仍然希望拥有内部数据中心 印度爆破业务的蓬勃发展 中国部长清洗对习近平的人事困境的影响 新加坡总理对美中竞争的看法 以及其他一些新闻内容 首先 让我们来看电影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电影经常展示科学家的真实生活 但这与他们的实际成就无关 我们应该关注科学家的成就 而不是他们的私人生活 此外 现代物理学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尤其是对空间 时间和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理解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以适应新的科学发现 接下来 让我们来讨论 为什么公司仍然希望拥有内部数据中心 尽管人服务的预算 已经超过了内部数据中心的支出 但许多公司发现 本地计算更适合他们的需求 数据主权 实施数据分析以及将数据保持接近人工智能模型的需求等因素 推动了这一趋势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爆破业务的蓬勃发展 印度的爆炸品制造商 Premier Explosives和Solar Industries的股价近期大幅上涨 这反映了该行业的积极前景 这个行业受益于印度煤炭公司的强劲需求 国内建筑业的繁荣 以及国防支出的增加 接下来 我们来讨论中国部长清洗对习近平的人事困境的影响 中国最近撤换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并清洗了一些高级军事官员 这引发了对习近平政府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质疑 尽管这些清洗行动对习近平的权力掌控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但他们确实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管理高级人员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 此外 新加坡总理对美中竞争的看法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他表示 尽管美中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但他对东南亚国家不会分裂成两个阵营持乐观态度 他还强调了日本 韩国 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在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 最后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新闻内容 包括瑞典电动汽车制造商Postar的交付量增长 沙特对纽卡斯尔联队的投资 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产业的腐败问题 印度新闻机构NewsClick的打击 致力政府寻求中国帮助 将经济升级至超越商品的水平 摩根大通考虑将沙特里亚尔债券纳入新兴市场指数 以及中国的Cap Vision调查即将结束 以上就是本期六度简报的内容总结和分析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非常愤怒 本周的两个场景展示了女性在公众生活中的处境 炎热的9月打破了创纪录的夏季 科学家警告称这一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 土耳其能源部长将于下个月访问以色列 进行天然气谈判NTV 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辞职并举办辞职派对 欧洲股市恢复平稳 债券抛售缓解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火箭军高层又投案自首 连环落马系贪腐无涉泄密 池浩田许其量暂报平安 魏凤河卷入风暴 明报报道 最近落马的解放军将领 大都涉及贪腐等经济方面问题 没有外赚泄密事宜 此外 解放军内部将会继续反腐 明报今天刊文指出 在刚过去的北京国庆招待会上 出席者与缺席者的名单引起外界关注 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任国防部长魏凤河双双缺席 但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唯一出身火箭军的委员 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在座 此外 中央军委前副主席池浩田 许其量等一大批退休高级将领也纷纷露面 颇有对外传达这些人安然无恙的意味 但文章表示 这并非意味军中反贪腐风暴告一段落 根据大陆消息 火箭军继续有高阶将领落马 包括上任刚满一年的火箭军装备部部长 吕洪少将尚悦投案自首 正在接受调查 文章引述消息指出 迄今未止 落马的高级将领多涉及工程承包 均被采购等方面贪腐 属经济问题 暂无外界所传的所谓泄密问题 文章并表示 反腐速摊并未影响解放军的日常运作 近期又有多名将领旅心 显示军队人士升迁调动未受影响 非常愤怒 本周的两个场景展示了女性在公众生活中的处境 澳洲 ABC 澳大利亚的公共言论变得越来越有毒和个人攻击 尤其是在声音公投即将举行之际 女性和土著个体在社交媒体上面临着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和厌女恶言 围绕公投的辩论使长期存在于该国的潜在言论浮出水面 政治氛围是部落式的 澳大利亚人为自己一方的行动和言论辩护 同时攻击对立方 声音公投还凸显了土著社区内部的分歧 炎热的9月打破了创纪录的夏季 科学家警告称 这一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 加拿大 CBC 根据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C3S的数据 2023年9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 温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温度高出1.75摄氏度 全球年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1.4摄氏度 有望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这种高温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所感受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连续31天的温度超过43.3摄氏度 创下了记录 C3S的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呼吁在今年的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 土耳其能源部长将于下个月访问以色列进行天然气谈判 NTV路透社 土耳其能源部长阿尔帕斯兰·巴伊拉克塔尔宣布计划于11月访问以色列 讨论通过土耳其一项欧洲运输天然气的问题 此前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上个月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并表示有兴趣在能源钻探和运输方面与以色列合作 巴伊拉克塔尔还提到 土耳其还收到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的天然气供应请求 此外 他还表示 如果与中国在建设土耳其第三座核电站方面无法达成协议 土耳其将需要考虑其他选择 因为土耳其需要二十几瓦的核能 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辞职并举办辞职派对 CNN 大辞职趋势在美国看到数百万工人辞职后 现在开始在中国蔓延 根据中国的领英等价无卖卖的数据 2022年1月至10月调查的1554名员工中有28次去了工作 这种对年轻人的幻灭感 他们一生都在学术竞争和攀登职业阶梯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因为它可能加剧该国已经严峻的经济形势 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之间的不匹配也是一个导致因素 因为许多员工对自己的职位过于胜任 随着中国的生育率继续下降 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长期问题 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老年人口增加 辞职趋势可能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 要么让年轻人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人际关系和组建家庭 要么由于收入损失和情绪低落而进一步推迟这一过程 欧洲股市恢复平稳 债券抛售缓解 路透社 在担忧利率上升的影响下 欧洲股市经历了连续三天的抛售后 稍有反弹 STARF600指数上涨了0.3% 得益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轻微下降和油价的下跌 珠宝零售商潘多拉也因提高增长预期而股价上涨 然而法国火车制造商阿尔斯通警告称 其全年自由现金流将为复值 导致其股价下跌约30% 沃尔沃汽车9月销量增长25% 中国市场需求增加 路透社 沃尔沃汽车报告称 与去年同期相比 9月份销售额增长了25% 供售出61,666辆汽车 销售增长主要受到中国、美国和欧洲需求的增加推动 美国销售增长了65% 欧洲增长了32% 中国增长了4% 此外 全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了52% 占当月销售总量的15% 由中国吉利控股公司控股的沃尔沃汽车 旨在全年实现两位数的零售销售增长 从Twitter到X 瓦斯克的重新品牌是一个聪明的想法 但执行得很糟糕 南华早报 据畅销书作家、连续创业者和投资者Sid Mohasov表示 埃隆 马斯克将推动Twitter转变为一款名为X的一切应用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与互联网互动的方式 尽管Twitter一直在努力实现盈利 但Mahasov表示 马斯克计划创建一个能够提供独特价值的多功能平台是有道理的 然而Mahasov补充说 马斯克需要学会吸引正确的受众 并加强平台的技术能力 使X取得成功 布吉纳法索、马里和尼瑞尔的学生因法国签证问题而陷入困境 两国关系恶化 路透社 由于法国与布吉纳法索、马里和尼瑞尔之间的关系恶化 数百名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研究人员和艺术家对于获得法国职业旅行签证感到不确定 法国已经暂停在这些吸堆国家提供领事服务 导致文化联系紧张 那些寻求在法国接受教育和工作经验的人可能会面临延误 去年 法国为来自这些国家的个人签发了超过2000的学生和实习生签证 但今年个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计划 并冒着失去一年的风险 法国当局向已经在法国的人保证 他们仍然欢迎继续他们的活动 中国科学家创造了受蠕虫启发的低碳建筑材料 南华早报 中国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受沙宝蠕虫启发的天然低碳建筑材料 这些蠕虫分立一种粘合剂 将沙子和贝壳碎片粘合在一起 形成它们的群落 研究人员使用带有相反电荷的生物聚合物来复制这种粘合机制 将不同的颗粒粘合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建筑材料具有很高的抗压断裂性能 能够经受风化 并且可以防水 它们可以由各种颗粒制成 包括沙漠和海沙 煤渣 砖利 矿渣和混凝土渣 这些材料还具有独特的可回收性和比传统混凝土更短的生产时间 亚洲运动会 姚明为中国队因败北而跳过媒体质询 表示歉意 南华早报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在中国南篮输给菲律宾队后 向记者道歉 因为中国南篮似乎取消了赛后新闻发布会 取消引发了猜测 认为球队对媒体对失利的愤怒反应感到不满 然而 球队后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教练亚历山大 乔尔杰维奇承担了失利的责任 队长赵继伟向球迷道歉 中国南篮现在将参加与中国台北队的同台比赛 珠宝零售商潘多拉提高了增长目标 路透社 珠宝零售商潘多拉提高了其增长目标 称其在品牌和门店网络方面的成功投资 该公司将扩展到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 潘多拉的更新展望包括 2023年至202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7%-9 到2026年的吸税前利润率为26%-27 他还旨在实现4%-6的同店销售复合年增长率 并从门店网络扩张中获得更高贡献 然而 潘多拉对中国表示谨慎 称在那里建立一个重要的业务 将比最初预期的时间更长 该公司计划在2024年至2026年间 开设225-275家新概念店 并在2026年实现340-360亿丹麦克朗 47.9亿至50.8亿美元的收入目标 亚洲货币的看跌赌注 在美联储鹰派言论和利率困扰下继续增加 路透社 由于美国加息可能性增加和油价上涨 对大多数亚洲货币的看跌压注增加 新加坡人的空头头寸 达到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对印尼顿的看跌压注 则触及了自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新政府计划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并增加借贷 泰州的看跌压注也出现了增加 人们对财政稳定性表示担忧 然而 外汇策略师仍预测未来美元将走弱 德国8月份出口下降超出预期 路透社 德国8月份的出口下降幅度超出预期 全球需求疲软 对该国的出口造成了冲击 与预计下降0.4%相比 8月份的出口同比上月下降了1.2% 这是继7月份下调了1.9%之后的又一次下滑 进口也意外地下降了0.4% 这些数据增加了德国经济 在第三季度陷入衰退的风险 日本开始第二轮辅导废水释放 德国之声 日本已经开始将受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受损的放射性废水第二批次排入海洋 第一次排放始于8月24日 于9月11日结束 总共排放了7800吨经过处理的水 该核电站计划在第二阶段的17天内再次排放7800吨 自2011年的灾难以来 大约有134万吨的放射性废水被储存在该核电站的约1000个储管中 政府表示 第一次排放是安全进行的 并未发现异常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这周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女性处境 气候变化 能源谈判 中国年轻人辞职 欧洲股市 沃尔沃汽车 马斯克的重新品牌 法国签证问题 低碳建筑材料 亚洲运动会 珠宝零售商潘多拉 亚洲货币走势 德国出口下降 和福岛核废水排放等多个领域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女性在公众生活中的处境 澳大利亚的公共言论愈发有毒 女性和土著个体在社交媒体上 面临着令人不快的种族主义和业女恶言 这次声音公投 揭示了国家内部的分歧 并凸显了土著社区的内部分歧 这让我们反思女性在公众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 提醒我们共同努力 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尊重和平等的社会环境 而在气候变化方面 科学家们警告称 创纪录的高温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感受 这不仅对人类生活造成了威胁 也对自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在能源方面 土耳其能源部长计划访问以色列 进行天然气谈判 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与此同时 中国年轻人辞职 并举办辞职派对的现象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反映了中国年轻人 对职业发展和生活的不满 同时也提醒我们 需要关注教育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平衡 在经济领域 欧洲股市经历了连续三天的抛售后 稍有反弹 而沃尔沃汽车的销量增长 和珠宝零售商潘多拉提高增长目标 则为经济带来了一丝希望 此外 马斯克的重新品牌和法国签证问题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马斯克的重新品牌 可能会改变我们与互联网的互动方式 但它需要加强平台的技术能力 以及吸引正确的受众 而法国与布基纳法索 马里和尼瑞尔之间的关系恶化 导致来自这些国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在获得法国签证方面面临困境 这也对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产生了紧张 另外 中国科学家开发出的受蠕虫启发的低碳建筑材料 和日本开始的第二轮辅导和废水排放 也是本周的亮点 这些科技创新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 本周的新闻内容丰富多样 涉及到了社会 经济 科技 环境等多个领域 希望通过我的解读 能够让大家对这些新闻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接下来 我非常期待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雷蒙多 华为晶片突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安 报告警告称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由于未能改革系统 中国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不守规矩的亿万富翁 中国接近首次重大建筑商重组 即将进行万科听证会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雷蒙多 华为晶片突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安 星岛头条 美国商务部常雷蒙多 Gina Raimondo说 通讯设备商华为在晶片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安 incredibly disturbing 强调美国商务部需要采取更多方法强化出口管制 据彭博社周四五日的报道 雷蒙多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上 针对华为在7纳米晶片领域取得突破仪式 他强调美国商务部需要更多手段 动用不同的工具来实施出口管制 他说 一项还在立法阶段的法案将扩大商务部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技术交易采取行动的权利 令他感到自豪的是 美国商务部今年早些时候对一家未经许可向华为销售产品的美国公司 处以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 我们需要强硬 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 雷蒙多支持部分参议员于三月提出名为限制法的立法 这个法案将授予美国商务部新的权力 审查或阻止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外国信息和技术交易 不过 彭博社称 雷蒙多目前还得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巨大压力 他们已多次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公司采取更强硬的管制措施 雷蒙多今年8月到中国访问之际 华为突然低调开售新款Mate60 Pro智能手机 彭博社委托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Tag Insights拆解这款手机后发现 它使用了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nm麒麟9000S晶片 华为和中芯国际此前都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贸易管制黑名单 雷蒙多上个月在国会听证会上说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他们能够大规模制造7nm晶片 美国商务部工业核安全局上个月已启动对Mate60 Pro所搭载晶片的调查 针对调查进度 雷蒙多拒绝置评 只说商务部一旦发现企业可能违反美国出口规定 就会展开调查 果阿的殖民时期豪宅敞开大门 展示着逝去的辉煌过去 日经亚洲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一份报告 果阿的许多文化遗产建筑都处于破败状态 这些建筑反映了葡萄牙和果阿建筑的融合 是富有的果阿商人和地主所建 然而 由于难以维护和昂贵的维修费用 以及多位业主和涉及法庭纠纷的原因 许多豪宅已经破败不堪 当地导游乔纳斯 蒙特罗表示 房屋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土地掠夺黑帮的崛起 然而一些果阿人已经收购并翻修了这些房产 他们希望回归自己的根源并保护祖先的遗产 卢托林的Causa Sustad和马乔尔达的 Vivenda Dos Pohokos等精品酒店 已经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修复 日经亚洲评论得出结论 将新与旧相结合 对于成功修复这些文化遗产建筑至关重要 西蒙娜 拜尔斯带领美国女队 在体操市井赛上连续第七次夺得团体冠军 创下记录 加拿大CBC 美国女子体操队 在国际体操联合会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上 由西蒙 拜尔斯领导 第七次连续获得团体冠军 该队由拜尔斯 希利斯 琼斯 斯坦 布莱克利和利安娜 王祖成 以微弱优势击败巴西和法国 确保了胜利 这次胜利打破了中国男子体操队 连续获得团体冠军的记录 并使拜尔斯成为历史上最多奖牌的女子体操运动员 乔斯林 罗伯森因脚踝受伤被迫退出比赛 但美国队在决赛中表现出色 拜尔斯现在总共获得了26枚世界锦标赛奖牌 其中20枚是金牌 报告警告称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由于未能改革系统 南华早报 中国的经济复苏引起了全球关注 呼吁推动增长的过时改革 预计中国的增长率在2023年将低于4% 可能阻碍其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增长速度较慢 也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不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报告建议北京需要解决根深蒂固的问题 包括房地产市场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 对私营部门 外国公司和人口老龄化的信心不足 中国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不守规矩的亿万富翁 彭博社 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成为最新一位名声扫地的中国亿万富翁 然而作者认为 这些倒下的大亨不可能在没有地方官员的支持和监管机构的宽松监管下 积累巨额债务并从事风险行为 中国政府很可能将许家印描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物 但却忽略了自己可能是他的帮凶的任何迹象 薄弱的监管环境使得腐败的大亨能够从国家中窃取财富 同时推进其议程 未来预计还会出现更多类似案例 中国接近首次重大建筑商重组 即将进行万科听证会 彭博社 中国融创中国控股将于周四面临法庭听证会 审议其数十亿美元的离岸债务重组计划 如果法庭批准 融创将成为首家重组此类债务的中国主要开发商 这一批准将使融创与其同行如中国恒大集团区别开来 后者仍在努力寻找可行的债务重组策略 融创是2021年中国签约销售额第三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但在前所未有的住房危机中面临资金紧缺和创纪录的离岸债券违约 该开发商的提议涵盖了约102亿美元的债券要求 TikTok在印度尼西亚的热门电子商务店被禁止 而印度尼西亚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澳洲ABC TikTok已经停止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电子商务运营 以遵守该国禁止社交媒体平台促进电子商务交易的规定 该禁令于9月份实施 旨在保护小型企业免受电子商务平台的竞争 TikTokShop曾在印度尼西亚推出 以利用该国用户庞大的应用基础 该禁令旨在创建一个公平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防止算法的主导和个人数据被用于商业利益 印度尼西亚是TikTok最大的市场之一 每月访问量超过3.25亿人次 凯文·麦卡斯的被迫辞职对美国是有害的 经济学人 美国众议院面临5年来的第三次政府停摆 原因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叛 他们要求任何资金措施都必须包含一项条款 终止对计划生育联邦支持的所有资金 停摆意味着非必要的政府服务将暂停 联邦工人将被停职 国家公园和博物馆将关闭 上一次政府停摆发生在2013年 给经济造成了240亿美元的损失 并使GDP增长率减少了0.6% 日本提前一年购买战斧导弹 日经亚洲 据日本防卫大臣牧原石透表示 日本将提前一年于2025财年 获得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 这一决定是由于日本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将使日本能够增强其反击能力 这些战斧导弹将于2025财年尽早部署 并将构成日本新的反击能力的核心 旨在消除即将到来的敌方威胁 早盘报价 债券的领先地位暂时停止 路透社 预计亚洲市场将在周四反弹 即周三全球市场出现一轮宽松反弹后 货币交易商还将关注韩国、菲律宾、泰国和台湾的通胀报告 澳大利亚的贸易数据和新加坡的零售销售数据也将发布 然而 亚洲市场的情绪和走势仍将受全球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美国政府债券市场 最近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有助于缓解全球市场的压力 导致美元下跌、华尔街上涨和油价下跌 尽管这种缓解是受欢迎的 但投资者仍然谨慎 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 全球货币波动性激增 收益率曲线继续加剧 日本资产对国内政府债券或货币市场可能的日本银行行动非常敏感 日元仍接近每美元150.00日元 日元交叉货币激差处于与之前波动相一致的水平 预计日本的日经指数将在周二下跌2.3%后反弹 但需要更多的上涨日才能扭转势头 周四的重要发展包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通胀报告 以及澳大利亚的贸易平衡和印度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根据数据显示 自埃隆、马斯克接管以来 美国广告收入在X公司每个月都有所下降 自从埃隆、马斯克购买了Twitter并将其重新品牌为X以来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月度广告收入至少同比下降了55% 由于马斯克所有权下的快速变化 广告商一直持谨慎态度 2022年12月 美国的广告收入下降了78% 这是自收购以来最大的下降 马斯克将活动人士施加压力归咎于广告商 并指责反诽谤联盟导致广告收入下降了60% 然而 反诽谤联盟否认了这些指控 X的首席执行官林达 亚卡里诺预计将与银行贷款人会面 讨论公司的业务计划 亚卡里诺表示 在过去的12周里 已有1500个品牌回到了该平台 并且 X可能在明年初实现盈利 马斯克计划将X转变为一个一切应用程序 增加点对点支付功能和增加视频内容等其他服务 印度的乔普拉尽管裁判失误 仍然赢得了标枪金牌 路透社 在杭州亚运会的田径比赛中 出现了争议 官员未能记录尼拉节 乔普拉的好第一次投掷 乔普拉最终赢得了金牌 但他最初的投掷并未在数字牌上记录下来 引起了混乱 几分钟后 官员们聚集在乔普拉的标枪着陆区域 并在地面上探查 最终 他们允许乔普拉再进行一次第一次投掷 乔普拉和他的教练 在比赛中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他们认为 这对官员的声誉是有损的 詹姆斯 哈登回到费城七六人队的训练营 尽管他提出了交易要求 多伦多星报 詹姆斯 哈登已经回到费城七六人队进行训练营 但他尚未向队友们提及他的交易要求 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计划的更新 然而 队友拖败厄斯 哈里斯认为 哈登参加训练营表明他对球队的承诺 哈登在选择了本赛季的合同选项后 一直在寻求交易 但没有交易成果 本周 七六人队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训练 新任教练尼克 纳斯表示哈登看起来不错且身体状况良好 雷蒙多表示 华为芯片案表明美国需要不同的工具 彭博社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 雷蒙多对华为芯片突破的报道表示担忧 并呼吁提供更多工具和资源来执行出口管制法规 雷蒙多提到了限制法案 该法案将扩大商务部审查和阻止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交易的权利 他还强调了对执法的额外资源的需求 雷蒙多没有对商务部对一款由先进的7纳米芯片驱动的新华为智能手机的调查进展发表评论 这次听证会是他自8月份访问中国以来第二次出席议员会议 全球债券收益率的激增可能带来麻烦 经济学人 低利率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因为最近几周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于10月3日达到16年来的最高点4.8% 在两周内上涨了半个百分点 收益率上升是由于对未来利率变动和期限溢价的预期推动的 期限溢价是为了补偿投资者可能出现的利率或通胀意外变动 自8月以来期限溢价上升了0.7个百分点 完全解释了此期间债券收益率的上升 期限溢价的增加可以归因于供需因素 美国财政部介入了大量资金 而美联储则缩减了其长期国债组合 全球经济也出现了动荡 这导致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下降 美国利率的上升也导致欧元区利率上升 引发了对意大利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日本在收益率上升方面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 日本银行将利率维持在-0.1% 并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限制在-1% 日本新任国防部长访问美国推动综合威慑 日经亚洲 日本国防大臣穆元忍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和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会面 讨论针对中国的综合威慑 此次访问是在美国和日本寻求整合防御能力 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之际进行的 美国智库最近警告美国主导地位的侵蚀 以及对侵略行为的多边应对的必要性 日本承诺增加国防开支并获得反击能力 预计穆元忍和奥斯汀将讨论能力整合 和卫星通信在国防目的中的合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热门新闻 首先 我们谈谈果阿的殖民时期豪宅 这些建筑物展示了果阿曾经辉煌的过去 但由于维护困难和昂贵的修复费用 许多豪宅已经破败不堪 不过 一些果阿人已经收购并翻修了这些房产 希望回归自己的根源并保护祖先的遗产 这也提醒我们 将新与旧相结合 对于成功修复这些文化遗产建筑至关重要 接下来是美国女子体操队的壮举 她们在世界体操锦标赛上连续第七次夺得团体冠军 这是一项记录 西蒙娜·拜尔斯成为了历史上最多奖牌的女子体操运动员 她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报道警告称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由于未能改革系统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引起了全球关注 报告建议北京需要解决根深蒂固的问题 包括房地产市场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 对私营部门 外国公司和人口老龄化的信心不足 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引发了对中国富豪的讨论 根据报道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 成为最新一位名声扫地的中国亿万富翁 然而这些倒下的大亨 不可能在没有地方官员的支持和宽松监管的环境下 积累巨额债务并从事风险行为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融创重组的报道 融创控股将面临法庭听证会 审议其数十亿美元的离岸债务重组计划 这一批准将使融创成为首家重组此类债务的中国主要开发商 TikTok在印尼的热门电子商务店被禁止 这对该平台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这是为了保护印尼的小型企业免受电子商务平台的竞争 接下来是美国政府停摆的问题 共和党保守派要求任何资金措施都必须包含一项条款 终止对计划生育联邦支持的所有资金 这导致政府停摆 日本将提前一年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以增强其反击能力 这是因为日本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再来是关于全球债券收益率的报道 收益率的上升可能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它预示着低利率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供需因素和全球经济动荡 导致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下降 最后是关于日本新任国防部长的报道 它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会面 讨论针对中国的综合威慑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对于果阿的殖民时期 豪宅的破败 美国女子体操队的壮举 以及中国的经济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努力和挑战 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 定位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和合作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观点 并共同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福特混合动力车型大受欢迎 推动第三季度销售增长7.7% 中国作家残血有望获得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面临2024年滞胀风险 欧亚集团经济学家 教皇警告世界因气候变化而崩溃 非亚特600亿评测 宽敞舒适 但也存在问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突发 根据彭博社记者Steve Dennis报道 由舒默和克拉波率领的两党中国代表团 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该小组将于下周访问上海和北京 他们的目标之一是习近平会议 福特混合动力车型大受欢迎 推动第三季度销售增长7.7% 华尔街日报 福特报告称 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增长了41.4% 包括汽油电混合动力的Menrich和Eskate 但福特F150 Lightning电动皮卡的销量下降了45.8% 福特预计Lightning的销量将在第四季度回升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 法里表示 他希望改变福特的电动车策略 为买家提供更多选择 包括扩大混合动力车型的范围 该公司预计在未来五年内 将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增加四倍 中国作家残雪 有望获得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 魏报 根据博彩公司Lightbrokes的预测 中国作家残雪 有望成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 残雪 本名邓小华 以其前卫的写作风格而闻名 并曾入围国际布克奖的候选名单 其他有望获奖的作家 包括村上春树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和萨尔曼 鲁西迪 获奖者将于周四公布 美国面临2024年滞胀风险 欧亚集团经济学家 日经亚洲 根据欧亚集团全球宏观经济学董事总经理 罗伯特 谈的说法 美国经济因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保持强劲 然而 他警告称 增长正在放缓 美国消费者开始感受到油价上涨和其他财务负担的限制 卡恩还对2024年出现滞胀的可能性表示担忧 这是由需求急剧减少和高通胀驱动的 他指出 商业房地产行业面临着重大问题 存在大量闲置物业和某些城市需求减少的情况 教皇警告 世界因气候变化而崩溃 BBC 教皇方几个警告称 由于气候变化 世界正在崩溃 并且接近崩溃点 在他2015年通誉的更新版中 教皇以强烈措辞批评全球决策机构的无效性 并指责气候变化否认者 他将气候变化造成了一些损害 描述为已经不可逆转 并批评那些否认或淡化这个问题的人 教皇还批评了西方世界的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并呼吁对这些不可持续的习惯进行广泛改变 他警告不要对碳补级技术抱有太大希望 称其为掩盖问题的手段 教皇的劝告既提出了道德上的 也提出了科学上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论点 菲亚特600E评测 宽敞舒适 但也存在问题 英国每日电讯 新的菲亚特600E是500L的全电动替代品 由250名工程师、设计师、模型制作人和其他员工组成的团队 耗时两年制造 累计工作时间达到100万小时 600E以1955年推出的非常成功的600C Chanto车型命名 车长4.17米 重量1.52吨 比前任车型更大更重 但它的续航里程较低 为249英里 配备了11千瓦的车载充电器 可接受高达100千瓦的直流快速充电 600E采用前驱电动机 最大功率为154马力 最大扭矩为192磅英尺 0至62英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秒 菲亚特表示 600E是一款家庭车 而不是高性能车 该公司还将在明年 在英国推出600的混合动力车型 这款新的电动汽车标配有热泵 以在寒冷或炎热的条件下 节省续航里程 但无法在充电前加热或冷却电池组 菲亚特600E Red的售价为32,995英镑 La Prima的售价为36,995英镑 混合动力车型将在明年上市 售价将比电动车型低约1万英镑 澳门赌场重拾就关 华尔街日报 澳门的游客数量正在缓慢恢复 为这座陷入困境的赌场运营商提供了急需的助力 在中国长假期间 约有65.5万名游客抵达澳门 相当于2019年同期游客数量的85% 然而 并非所有赌场运营商都能从复苏中受益 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高欧赌客可能不会回归 因为政府打击了招募贵宾赌徒并借钱给他们的赌场中介 此外 澳门股市在政府建议将非许可货币兑换定为犯罪行为后受到了打击 这可能会阻止依赖非许可货币兑换商绕过资本管制的贵宾赌徒 那些成功吸引休闲赌徒并拥有更健康资产负债表的公司 如银河娱乐 预计将脱颖而出 香港大湾航空公司计划从内地招聘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南华早报 明年将退出的香港新航空公司大湾航空计划利用中国内地的人才库 招聘100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该航空公司将利用其主要股东 董事长黄祖宝所拥有的深圳东海航空的资源 大湾航空还签署了意向书 计划购买5架波音787梦想飞机 据称这将减少其碳排放量20% 并成为其未来航空机队的支柱 房贷利率的压力已经显著增加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的利率上升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涨和市场的放缓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 塔夫奇奇认为压力测试利率将继续上升 对潜在购房者来说将变得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 花旗集团商品策略师爱德华 莫尔斯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价格担忧 因为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三个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增长阻力 最后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彼时 科奇奥尔确定了9月份和年度TSX回报的最大贡献者和负面因素 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 金融时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面临着美国对其国家抵抗俄罗斯的支持减少的局面 随着共和党对俄罗斯的同情日益增加 美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情绪 可能导致对乌克兰的援助减少 共和党长期以来一直朝着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现在许多共和党选民支持那些将切断对乌克兰援助的候选人 这种情绪的转变可能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加拿大是否试图在哈迪普 辛格 尼杰被杀之后安抚印度 半岛电视台 加拿大政府正试图缓解与印度的紧张关系 此前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指责印度可能参与了西克分离主义领袖的被杀 特鲁多和外交部长梅兰妮 乔丽表示 他们不希望通过公开讨论此问题加剧紧张局势 此争端导致外交官被驱逐和签证服务暂停 然而 印度否认了这些指控 美国试图在两国之间进行调解 俄罗斯表示日本没有完全向其通报辅导核电站的废水情况 日本时报 俄罗斯指责日本未能提供有关辅导第一核电站卸放的 经处理的放射性废水的完整信息 日本从今年8月开始将该核电站的水排入太平洋 这引发了中国的批评 并导致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禁令 俄罗斯和中国都敦促日本保持透明 并提供有关废水排放的完整信息 中国对欧盟对电动汽车行业展开调查做出回应 南华早报 欧洲委员会已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因为行业展开调查 称存在可能损害欧盟产业的补贴证据 该调查可能导致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 征收进口关税 该调查不仅将调查对中国品牌的支持 还将调查对在中国设有基地的欧盟 和其他国际品牌的支持 这可能导致对特斯拉大众和宝马车型征收进口关税 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的德国汽车制造商对可能的报复表示担忧 中国发誓不再建设海外煤电厂 习近平是否信守了他的气候承诺 华尔街日报 中国两年前停止在海外建设新的煤电厂的承诺受到了质疑 因为他仍在进行一些项目 中国和巴基斯坦重新计划在瓜达尔建设一个煤电厂 瓜达尔是北京希望发展的经济走廊的中心港口城市 中国还在推进在印度尼西亚建设新的燃煤发电厂的计划 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利用这些发电厂为涅加工提供能源 虽然中国在过去两年取消了近40个计划中的煤电厂 但其他约40个项目的命运仍不确定 这些剩余项目可能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几乎与去年西班牙的总排放量相当 北京方面表示 他们正在履行习近平主席2021年的承诺 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表示 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转向可再生能源 他们认为煤电厂将提供稳定和经济实惠的电力供应 而替代方案在财务和技术上并不可行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和朋友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福特混合动力车型在市场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促使福特在第三季度销售增长了7.7% 这是一个好消息 尤其是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增长了41.4% 福特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增加四倍 这表明他们对这个市场的信心 接下来 中国作家残雪有望获得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残雪以其前卫的写作风格而闻名 被认为是今年获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不过 我们还是要等到周四的公布才能知道最终结果 然后 对于美国面临2024年滞胀风险的警告 我们要保持警惕 经济学家们表示 美国经济虽然目前表现强劲 但增长正在放缓 消费者也开始感受到油价上涨和其他财务负担的限制 滞涨可能会给商业房地产行业带来重大问题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 教皇方几个对气候变化的警告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他强烈呼吁采取行动 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对世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他批评了那些否认或淡化气候变化的人 并呼吁进行广泛的改变 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应该对环境问题负责的重要信息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关于新车型的评测和澳门赌场复苏的消息 这些都是有趣的话题 但我们要记住保持理性和理智的态度 最后 加拿大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中国对欧盟电动汽车行业展开调查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关注 这些问题涉及到国际关系和贸易可能对各方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能够通过幽默和轻松的方式与你们分享这些信息 现在 我邀请你们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湾将调查帮助华为秘密建设芯片工厂的供应商 如果美国停止资助乌克兰 会发生什么 没有什么好事 摩洛哥汽车制造业为电动汽车时代加速发展 银行行长表示 三重机遇可能改变拉丁美洲的命运 比利时情报部门因间谍活动担忧而监控阿里巴巴中心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台湾将调查帮助华为秘密建设芯片工厂的供应商 南华早报 台湾经济部已同意调查台湾企业是否协助华为 在中国建设芯片工厂违反了美国制裁 此次调查是在彭博社的一篇报道 揭示了几家台湾科技公司正在帮助华为 在中国南方建设芯片工厂之后展开的 调查将重点关注这些公司是否在中国开展业务时 符合台北批准的原始申请范围 台湾企业参与华为的芯片制造工作 可能会加剧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如果美国停止资助乌克兰 会发生什么 没有什么好事 彭博社 美国政府无法为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援助 可能对该国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美国撤回支持 乌克兰将在自己的领土上陷入残酷的僵局 其军事能力将逐渐削弱 这可能迫使乌克兰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和平 心理和外交影响也将是破坏性的 因为这将证实普京和其他侵略者所持有的理论 即民主国家堕落且容易分心 这将产生全球影响 并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支持的期望 摩洛哥汽车制造业为电动汽车时代加速发展 金融时报 摩洛哥的汽车工业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增长 该国现在的目标是每年生产100万辆汽车 该行业的成功归功于摩洛哥整合汽车供应链和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 目前摩洛哥有250多家汽车供应商 雇佣了超过22万人 雷诺在摩洛哥生产汽车 表示其汽车零部件有超过60%来自该国 并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到65% 该行业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将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条件 特别是欧盟从2035年起禁止销售大多数内燃机车辆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雷诺计划在摩洛哥生产电动汽车 而标志的母公司斯泰兰蒂斯计划在该国生产小型低成本的电动汽车 摩洛哥还希望吸引电池制造业的投资 计划建设一个电动电池工厂和一个应急材料工厂 汽车制造商NomX的联合创始人法乌奇 安娜甲目标是到2027年生产该国第一辆氢燃料动力SUV 银行行长表示 三重机遇可能改变拉丁美洲的命运 金融时报 美洲开发银行IDB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200亿美元的贷款 以帮助拉丁美洲抓住绿色能源、食品和关键矿产的机遇 IDB总裁伊兰 戈尔德法因认为 由于拉美拥有丰富的礼合同储量 该地区可以在为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提供原材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戈尔德法因还强调了 拉美成为全球食品出口大国的潜力 然而 他强调政府需要投资教育 提高生产力 并确保稳定的投资环境 以充分从这些记忆中受益 比利时情报部门因间谍活动担忧 而监控阿里巴巴中心 金融时报 据报道 比利时情报机构正在监视阿里巴巴 在欧洲的主要物流中心 以便发现间谍活动 比利时国家安全局表示 他们正在努力检测 由中国实体包括阿里巴巴 进行的可能的间谍活动和或干扰活动 此举是在欧洲各国政府 对中国公司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风险的指控 日益加强之际 阿里巴巴在2018年 与比利时签署了一项协议 已在烈日机场开设物流中心 阿里巴巴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的间谍丑闻 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威胁 金融时报 俄罗斯和中国对西方的间谍活动 日益增加 最近几个月 已经揭露了几名涉嫌情报人员和特工 作为回应 俄罗斯和中国开始以脆弱的间谍指控 逮捕西方人 这种逮捕和拘留的循环代表一种危险的升级 西方当局越来越倾向于起诉 而不仅仅是驱逐间谍 反映了证据收集的改进 然而 公开点名和羞辱间谍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和中国 他们继续拘留西方人作为筹码 间谍被逮捕的越多 对这些国家的西方人的威胁就越大 卡萨布兰卡宣称自己是进军非洲投资的门户 金融时报 摩洛哥将自己定位为非洲投资的门户 因为该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从2014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超过8亿美元 该国对非洲的总外国直接投资 占其总投资的43% 使其成为进南非之后 非洲第二大投资国 也是西非最大的投资国 摩洛哥公司在整个非洲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 包括银行 电信和制造业等领域 然而 摩洛哥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贸易仍然很低 欧洲仍占摩洛哥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 摩洛哥最近批准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 有望促进与其他非洲国家的贸易 尽管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前景黯淡 但摩洛哥仍致力于其长期愿景 并相信政治不稳定 不会妨碍其对非洲的接近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是一个经济发展区 为希望在非洲投资的国际公司提供税收优惠 和完善的法律和监管体系 中国和澳大利亚脱钩不可能 机密研究得出结论 南华早报 根据匿名消息来源 澳大利亚当局在过去八年中进行了三项内部研究 以评估将供应链从中国多元化的可行性 但所有研究都得出了不可能的结论 这些研究由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和财政部进行 结论是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的市场 尽管存在All-Course协议等障碍 澳大利亚仍在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农产品的主要买家 台湾 台风小犬带来纪录级的锋利 德国之声 台风小犬已在台湾恒春半岛登陆 造成190人受伤 但没有报告死亡 这个四级台风给台湾南部和东部带来了大量降雨 导致岛上几个城市的工作和学校课程取消 大部分国内航班也被取消 还有42个国际航班 预计这个台风将在穿过岛屿南端并进入台湾海峡时减弱 然后向中国东部广东省的沿海水域移动 该地区已发布最低台风信号 由杰克·多尔西支持的去中心化超级应用在中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南华早报 一群名为NOSTA的义务程序员正在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协议 提供一个抗审查的平台 允许及时比特币转账 这个协议得到了Twitter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的支持 在中国受到了欢迎 大陆地区的兴趣也在增长 NOSTA吸引了美国情报告密者爱德华 斯诺登和华裔马来西亚歌手黄冠忠等用户 该平台提供了一系列功能 包括微博、长篇内容、移动支付、分类广告和直播 NOSTA协议通过由个人运行的中继服务器工作 这些个人从他们订阅的中继中拉取和推送内容 旨在将内容传播给寻找他的每个用户 该协议还使用公钥基础设施来识别用户和内容 NOSTA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用户 一些估计表明他每时每刻都有超过100万的用户 然而 普通用户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比如 加在时间慢和难以过滤掉不想要的内容 NOSTA协议 被视为一个没有任何中央权威 或风险投资控制的超级应用的概念验证 台湾今年将加强对中国的技术保护措施 日经亚洲 台湾计划公布一份 希望保护免受中国侵害的关键技术清单 预计国家科技委员会将在2023年底前宣布需要保护的核心技术 该清单将涵盖半导体 农业 航空航天核信息 通信技术等行业 东京电力公司开始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第二批放射性废水 路透社 东京电力公司TEPCO已经恢复了 从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向太平洋的排放 这次排放将持续17天 涉及处理约7800立方米的废水 此举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对日本海产品实施了全面禁令 以回应8月份的首次排放 核能当局表示 这次排放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仍然激怒了邻国 日本开始第二次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水 日经亚洲 尽管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批评 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放射性废水第二轮排放进入海洋已经开始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每天排放约460吨处理后的废水 持续不到三周 预计到明年三月底总共将排放约31200吨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在未来30年内处理掉1.34万吨水 及储存容量的约98% 处理后的废水中的川浓度远低于日本安全标准允许的浓度 海水和鱼类样本中也未检测到异常水平的穿货其他放射性物质 然而中国对日本海产品实施了全面禁令作为对这一排放的回应 美国加强与亚洲的情报联系以打击中国的网络攻击 南华早报 美国正在扩大与亚洲国家的情报合作 以应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 据美国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已与四方联盟美国 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亚 以及涉及日本 韩国和菲律宾的三方伙伴关系 建立了独立的情报共享安排 这些伙伴关系旨在增强对中国网络行动的抵御能力 减弱北京间谍机构的影响力 官员们还指出 这种更紧密的联系已经产生了成果 比如印度去年成功击退了中国的军事入侵 香港股市上涨 因京东和龙虎表示五周的抛售过度了 南华早报 随着买家在连续五周的下跌后回归 香港股市有所上涨 恒生指数上涨0.2% 摆脱了十个月来的低点 科技指数上涨0.5% 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的14日相对强度指数都接近30点的预值 交易员认为这是一个反转信号 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本周因为黄金周假期而关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些新闻摘要 首先台湾将调查帮助华为建设芯片工厂的供应商 这可能会加剧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下来 如果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 将对该国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迫使乌克兰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和平 摩洛哥的汽车工业发展迅猛 雇佣了超过22万人 并计划加快电动汽车的生产 美洲开发银行计划增加对拉丁美洲的贷款 以帮助该地区抓住绿色能源 食品和关键矿产的机遇 比利时情报部门开始监控阿里巴巴中心 担心有间谍活动 俄罗斯和中国的间谍活动对西方构成威胁 这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西方人造成更大的威胁 摩洛哥定位为非洲投资的门户 并计划与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更多贸易 一个名为Nostra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协议 在中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台湾计划加强对中国的技术保护措施 日本开始第二次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水 引发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正在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情报联系 以打击中国的网络攻击 香港股市上涨 因京东和龙虎表示抛售过度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 首先 对于台湾调查 帮助华为建设芯片工厂的供应商 这可能会加剧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进一步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 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将对该国产生重大影响 可能迫使乌克兰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和平 这将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摩洛哥的汽车工业发展迅猛 这将为该国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就业机会 比利时对阿里巴巴中心的监视 显示了对中国企业安全和经济风险的担忧 这将对中国在欧洲的业务发展产生影响 俄罗斯和中国的间谍活动对西方构成威胁 这将进一步加剧两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 摩洛哥定位为非洲投资的门户 这将为该国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影响力 同时也将促进摩洛哥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合作和发展 Noster协议的出现将为中国的社交媒体环境带来新的可能性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 让用户可以更加安全地分享信息和进行交易 台湾加强对中国的技术保护措施 将对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水引起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将对两国的关系和地区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情报联系 将对中国的网络攻击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也表明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关切和重视 香港股市上涨 显示市场对经济的信心正在恢复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和分析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一早我们就注意到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正式宣布了 对于文学奖奖项的获奖人选 那么其实在之前的几天 陆续有一些媒体登出消息 说根据博彩公司的赔率计算 由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听闻过的中国女作家 残雪女士是这一次获奖的热门人选 但是最后结果出来 获奖的是一位挪威的著名的作者 但是我也很诚恳的说 这一位挪威的作家所写的作品 我是一本都没有看过 但是搜一搜关于她的评价 发现不仅仅是业内评价很高 她的作品也是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四十多国的语言 挪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它实际上有两种官方语言 有一种是更为人所接受的 大概有90%的人使用 还有另外一种只有10%的人使用 是一种少数语言 而这一位作家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地方 就是她实际上是以挪威的另外一种小语种 完成了她的大部分创作 有人说她是挪威的义部生 原因就是她不仅仅是写诗歌散文小说 同时在剧作界也非常的有名 那么这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是被得知被通知 已经获奖了之后 她跟媒体的反应是她现在特别紧张 还有一点害怕有这么一点不知所措的感觉 正好在乡下开签 对因为对于很多作家来说 实际上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这么一个营生 那么除非是你的作品 是进入了畅销榜 是一个纯粹的通俗意义上的作家 平时的社交生活其实并不很多 那么生活也并不很富裕 因此我觉得有一点不知所措 惊慌失措 也体现了这个作家在得知获奖时的 自己的这种诚实的看法 那么诺贝尔奖陆续揭晓 当然接下来还有经济学奖 经济学奖今年的热门人选有哪一些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不妨也猜测 看看最后是不是有观众朋友们能够猜准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花落谁家 再要说到这条消息 跟我们昨天为大家介绍的一个话题有关 美国参议院的两党领袖代表团 将在下周对于中国进行访问 那么当时我们就为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习近平是不是会见 理论上来讲呢 见和不见都有可能 见和不见也都有先例 在昨天呢实际上是来自彭博社的记者 率先披露了消息 说引述国会参议院的一位助理的话说 现在已经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确认 习近平会对这个代表团进行接见 那么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消息已经是确认了 彭博社的记者也是非常有信誉度的记者 彭博社媒体 那么就把这个消息发了出来 但是在几十分钟之后 那么霍金斯这一位记者 非常有名的记者 马上呢对于自己的消息进行了更正 说他把之前发的消息删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国会的助理方面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澄清和确认 说他们现在仍然是希望与习近平会面 目前还没有具体是否与习近平会面的日程 我们说呀这个信息瞬息万变 其实啊上一秒钟还是确认的消息 下一秒钟很有可能就被新的事实所改变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也特别为大家澄清这个乌龙 到底习近平是不是会与国会代表团会面 目前而言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大家特别关注到的 还有美国的国会所出现的混乱的情况 对于关注国际时局的观众朋友们而言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乌克兰的支援 是不是由此可能会陷入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昨天来自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的报道 也陆续指出 现在乌克兰方面也十分担心 担心由美国国会内部造成的这样的一场混乱 可能会对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造成延缓 而不管是五角大楼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 还是乌克兰官方的评估 都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对于乌克兰停止了金钱 以及武器的援助 那么现有的援助水平可能不足以乌克兰在战场上 继续支持一到六个月 不等看到具体的不同的估计和安排 以及算法到底是几个月有一些争议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会出现的议长 被这个赶出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幕之后 共和党和民主党其实虽然已经是处在国会修会阶段 已经就一系列议题 以及下一步到底应该怎样做 开展了一系列讨论 目前呢我们听闻其中一个方案是 把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与在南部边境建墙捆绑起来 那么为什么把这两项事项捆绑起来呢 言外之意就是你去保卫乌克兰的安全 是不是也要考虑美国的安全呀 通过这样的一个安全法案 边境安全法案 把保守派这一方的安全诉求和民主党这一方 保卫乌克兰的诉求结合起来 当然大家仔细一想啊 这样的一个绑定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事项都是花钱的 一般而言的绑定是一个事项 这个是节约经费 另外一个事项的是花钱 这样你基本上在预算开支上可以收支平衡 两个事项都要花钱 并没有解决美国政府关门的实质问题 就是联邦债务 而同时这也给拜登政府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尴尬 拜登政府负责边境管理的部长马约卡斯 移民服务部的部长在上任的时候呢 就曾经公开立下承诺说绝不在边境多建一寸墙 但是现在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门是正式发布了通文 显示要继续川普时代边境墙的建立 总共有20英里在德州左右 那我们知道德州的这一块河谷是现在的南部移民 入境美国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地点 而此前也有学者的数据统计 在过去几年拜登政府期间南部移民跨境的现象 实际上比之前的川普政府还要严重 那我想请问一下何明先生啊 美国政府现在的预算困局到底会对乌克兰战场的形势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关于美国国会议长下一周 美国国会两党人重回华盛顿 还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数 即算是美国政府停摆 也不会是一个对美国来讲是个根本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美国每一年其实都是利用这个预算 大家做出一些政治的交易 这个政治的交易有的是要反映民意的意见 有的是要反映利益集团的这个需求 有的是要跟别人进行某一种政治的这个交换 所以美国就是这样的经济交易所 是在华尔街 政治交易所在华盛顿 美国的好处是大的框架没有被毁灭 所以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政治的这种 从新闻的角度来讲是大吃一惊 但是从老百姓生活来讲 好像大家都无所谓 因为知道会解决 大家只是最终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妥协而已 其实对这个两个绑定的事情我都不乐观 美国的这个国家因为呢 它的行政的效力 它的利益的集团 它的整个的国民的这样一个体制 劳工的权益等等 它已经不足以完成一个在第三十几个国家 都是其内容完成的事情 它反而是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 因为你看看它劳工的这种权益的要求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人 就是还没有接触 对吧 那个新的主席上来 我今天看的标题说就是把妇人给毁掉 怎么可能呢 对吧 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个医疗提供公司 有多少员工啊 他们有七万多员工 又开始办公了 凯撒家庭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 就说它已经缺乏这种基金能力 缺乏这种行政能力 如果你交个温州的装修队 可能很快就给你建起来了 可能只要经费的十分之一 但是在美国预算一千万 最后再要加几个年才可以 那么其实乌克兰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乌克兰实际上已经类似于一个战争的陷阱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泽东斯基总统的一句话 我其实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句话从标题来讲是非常正确的 希望乌克兰这场战争成为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最后一场战争 从此以后就和平了 问题是战争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得了吗 根本是不可能的 泽东斯基从一开始就掉入了这个陷阱 战争之前就掉了这个陷阱 我认为是很难爬出来 对战争的前景没有希望 是经费短缺和未来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果战争有希望可以把俄罗斯迅速的赶走 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来帮助 但是不仅是在美国 在加拿大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政治的表现 很多加拿大的老百姓都跟国会写信 跟政客写信 你不能再给钱了 为什么要给钱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的普遍 我认为政客是反应民意 他们迎合民意是他们必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乌克兰的战争的悲惧的收场 几乎已经很难逆转 好谢谢和民先生 在华尔街六度这个栏目中 我们不仅仅要谈眼下的新闻 有的时候也要说一说历史 在昨天美国历史的一批文件又再次解密了 那么我是没有去读这一些解密文件 但是我们这个朋友中有很多是研究历史的专家 比如说这个唐志学教授也是第一时间在这上面发布了消息 那么他特别关注到的是苏联历史相关的一批文件 当然了唐志学教授研究历史 对这一些文件的了解比我们要多得多 像我就主要关注到了其中的一个细节 在30年前的时候 当时这个叶利钦做了一件事情 让整个全世界侧目 就是下令军队炮轰攻击俄罗斯议会 因为当时议会是对于他进行了弹劾 就是十月四号 对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那么随后他是对于议会 我们现在历史学家评叫非法解散议会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幕 结果这样的一次事件结束了之后 在历史学家看来实际上对于整个俄罗斯苏联的政局的影响 是对于苏联俄罗斯极端的向个人集权转向的一个标志 但是在最新解密的一批历史文件中 却曝光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时任美国的总统克林顿 实际上是向叶利钦打了电话 对于他表示支持 这个消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美国那不管是这个乌克兰 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的限制 对于中国一些做法的批评 似乎体现了很多价值观上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有人说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呀 之所以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就是希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形象来被塑造 我们认为民主自由是荣耀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的尊严 就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但是这样的一个最新解密的历史文件 却似乎向我们表达了事实的 另外的更复杂的一面 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在出现极权和转向的时候 美国呢不在国际社会上谴责 反而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支持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先为大家分享 而说到历史 今天在稍后的思想先驱报 我们还会详细为大家介绍 当然了我们这里先为大家提前通报一下 就是哈佛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历史 以及政治学者叫做约瑟夫奈先生 那么他是最新在这个 报业新迪迦集团的评论版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也非常的具有刺激性 叫什么的 叫中美并非非有一战 指向的是他哈佛大学的另外一位同表同事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里森教授 那我们知道休息底德陷阱 这个词就出自爱里森教授的著作 讲的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城的大国之间 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 从而走向战争 那么当时呢 他举的例子是雅典以及斯巴达 但是啊 约瑟夫奈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 有的时候啊 不要滥用历史的类比 中美之间可能并非非有一战 中美关系到底会怎样走呢 今天在思想先驱报中 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约瑟夫不是今天的思想先驱报下个星期三下个星期的思想先驱 但是我们今天会提前进行一些准备啊 因为下个星期李奇不是又要去参加学时讨论会 哎对那这也就提前跟观众朋友说一下下周一到周三呢 那我会去芝加哥大学参与一个有关于中国经济的啊讨论论坛 那么其中呢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布斯商学院 然后包括这个马可波罗研究中心的几位专家也会与我共同参与 还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 谢长泰教授也会呢 啊同场与我一起讨论 那么当然了 在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从组委会把相关的资料取得 争取呢 也在我们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智库栏目中与大家分享其他的几位对于中国经济非常有研究的学者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情势的观察 更多有关于中国经济的消息在中国简报中为大家分享了 今天还有另外一条消息也非常有趣啊 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啊对于阿里在比利时的仓库部门正在进行调研认为可能是间谍基地啊 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请观众中的情报专家来评一评 不过说到中国科技企业啊 现在阿里还不是大家最关注的对象 除了华为之外啊 中国电车行业的崛起 也是让很多科技界的专家是特别的挠头 就在疫情之前的几年 大家提到中国的几家造车商啊 微蓝也好啊 还是这个比亚迪也好 大家都觉得就像玩具车一样 特别是和行业的领先巨头特斯拉比起来 但是现在看来 眼见着比亚迪就要超越特斯拉成为世界第一大电池 电车制造商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个给手机做电池的王船福 怎么突然改到做电车 改到做电车 怎么又在几年之内迅速崛起了 华尔街科技这个男朋友 请小杨 给我们来讲一讲 王船福的发家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文章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文章 但是我们先在进入这个文章之前 我们我也留意到 在这篇文章上线的几乎相同时间 比亚迪的一款车 Auto3是拿下了欧洲的这个 新车安全评件协会的一个五星的一个评级 那这款车呢 Auto3是在中国的名字 它叫元plus 它在欧洲是换了一个名字 那么它在欧洲的一些竞争对手的车厂 包括大众啊 包括雷诺啊 还有日产等等等等 所以过去几年像比亚迪这样的中国车厂 已经是陆陆续续在欧洲 拿下了一些这个车辆的一些 安全的测试的一些结果 并且这些结果呢 其实都是不错的 可能是会让欧洲的一些人觉得 中国的车其实质量还行 那么我们来回到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 在几年前呢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创始人啊 王船福还担心公司可能是无法生存 而现在这家公司正在紧追 美国的一家车企 特斯拉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电动车的销售商 比亚迪在中国是汽车的这个制造巨头 以电动车领域的崛起而闻名 该公司是成立于1995年啊 最初呢 它是一个做电池的 但是啊 过去一些年 过去十来年 它的迅速扩张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比亚迪是销售了 43万1603辆这个全电动的车 仅次于特斯拉的43万5000多辆 比亚迪这个公司还计划在2023年的年底前销售 约180万辆这个所有这个动力的车型 超越特斯拉今年的一个销售目标 比亚迪还销售混合动力的汽油电动汽车啊 计划是在今年销售360万辆汽车 是由汪成为全世界第十大汽车制造商之一 这个公司也超过了大众汽车啊 成为了目前中国最畅销的一个汽车品牌 它呢 也在不断的扩展他们的出口市场 比亚迪的创始人王川福和他的这个合作者 应该是比亚迪美国总裁 李柯是一直积极推动公司的成功 尽管目前国际媒体还没有公开报道 他们是夫妻关系 那么目前是王川福是专注于产品生产 而另外一边李柯是负责商业伙伴的推销 在中国中国政府的这个补贴政策和政府采购 是推动了比亚迪在中国市场的增长 这个公司还积极进军欧洲和东南亚市场 计划明年将出口销量翻一翻 你如果翻近期的新闻 这个比亚迪在欧洲以及比亚迪在东南亚 尤其是在泰国 他们的这个曝光频率还是挺高的 然而比亚迪的国际扩张也引发了 包括美国和欧洲多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 他们担心中国的低成本的竞争可能会威胁 他们各自国内的产业 目前欧盟是已经展开了调查 看是否有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目前尽管中美关系紧张 而比亚迪已经成为了北美最大的电动巴士和卡车制造商之一 尝试着进入这一领域 比亚迪认为向中国以外的市场扩张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经济增长放缓 总之下比亚迪是一家在电动车领域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目前已在全世界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竞争和政策的关切 王川福这个比亚迪公司的创始人 他出生于1966年 成长经历是充满坎坷 他在大学学的是这个物理化学 并在电池领域研究中是展露头角 在1995年的时候王川福创立了比亚迪 最初他是专注于小型的电池生产 模仿日本的三洋和索尼产品 公司名称这个BYD 最初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含义 后来应该是这个比亚迪发展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他们尝试着给这个BYD创造一个解释 那就变成了Build your dreams 就是实现你的梦想 但也曾以开玩笑的方式 把这个BYD解释为带上你的美元 Bring your dollars 王川福和王川福奇奇采用创新的办法借款 也雇佣大量的工人 将电池生产分解为数百个简单的步骤 以降低成本 他强调用这个流程的彻底性 以确保整个产品的质量 王川福的这个伙伴 李柯他是来自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统计学家 在加入比亚迪之后 他成为公司的关键人物 尽管英语水平有限 但他也成功的寻找了国际手机公司的客户 在可能在20年前吧 如果你听过BYD这个名字 你可能只会把它和这个手机电池给联系在一起 李柯是将BYD推向了全球五大可充电电池制造商之一 他坚定他的这种韧性和说服力的方式 也是BYD这个公司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在2002年比亚迪上市 当时王川福是利用资金收购了当时濒临倒闭的一个汽车制造业务 他看到了电池在汽车上的潜力 当时公司就推出了一款汽车F3 这个F3如果说好听一点的呢 就是逆向工程丰田的一款这个花冠 或者说这个卡罗拉这款车型 说难听的一点 那就是山寨 F3这款车型与丰田花冠的外观非常相似 那基本上也是采用了一个山寨的策略 然而BYD公司发言人对到现在来 他们又说了 他们很重视公司的知识产权 那是否认直接去模仿索尼或三洋的产品 总之呢这个王川福和里格是共同推动了BYD的崛起 那尽管也采用了这个模仿借鉴抄袭山寨的策略 但BYD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商领域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王川福在BYD汽车业务中是采取了降低成本的策略 那怎么降低成本 就是通过大规模的雇佣工人处理简单的工序 并定期更换工人以避免工资上涨 公司几乎自主生产所有的零部件 这包括电池以确保低成本 这使他们能够以8000美元的价格销售汽车 这个价格是远远低于竞争对手 在2008年一个重要人物看上了BYD 那就是巴菲特 当时这个巴菲特的代表大卫索科尔访问了BYD 被公司的生产流程和电池技术打动 最终啊 这也导致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以2.32亿美元购买了BYD10%的股份 在2008年的时候BYD推出了他们的插电式混动汽车 超越了通用和丰田的计划 而他们的电池技术 在当时已经是有多年的研发经验了 这个是来自于他们在此前的手机电池上的研发 到了2018年 丰田首席执行官来到了BYD 向王传福请教如何降低成本生产 BYD的成功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2010年年代末当时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 是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也终于是进入中国市场 并且逐步降低自己的身价 到2020年的上半年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 已占据整个中国电动车市场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的市场BYD和特斯拉就展开了价格战 但在续航里程方面 是落后于这个低成本的竞争对手 然而在2020年下半年 BYD他们推出了一个 目前来看是颇有独创新的一个新的电池 叫做刀片电池 并且也推出了搭载刀片电池的车型 这样的车是具有卓越的续航能力 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包括这个刀片电池 包括这个新车型 再加以低价的策略成功 击败了一众竞争对手 目前来看BYD的全球销量 在2020年到2022年间是增长了四倍多 也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冠军 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公司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在多个海外市场推出商用电动车 继续扩大市场份额 目前的最新的信息来看 其实BYD也在欧洲寻找一个 整车厂的一个建造的场址 BYD一直以低工资工人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 尽管工资在过去十年中是有所上涨 那公司还进行自主生产的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 因此他们是拥有一个成本优势 那另外一边 在十多年前投资BYD的这个伯格西尔哈萨维公司 在近年来是不断减持其股份 那部分原因是因为担心地缘政治风险 那就这个文章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或许参考比亚迪的这个故事 你最后可以有句话总结 那无论是你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组织 还是一个企业 你在崛起 你在成长壮大的过程 可能是有一个比较相似的路径的 那就是包括模仿创新超越争夺市场 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概括的过程 因为就我自己研究另外一家比亚迪的 可能是祖师爷级的公司丰田来看 这个路也是这么走出来的 丰田一开始也是一个山寨的公司 好 谢谢这个小杨 那么有的时候在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 我们经常听到观众朋友们说 说中国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抄袭大国 有很多技术呢 实际上呢 从这个西方是学来的偷来的等等等等 那么在中国崛起的某一个阶段 这样的说法的确可能是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但是现在当一个中国的公司 现在突然变成行业龙头老大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情况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简单 很感谢小杨给我们介绍了比亚迪崛起之后的 更多的幕后的故事 那么类似的话题 我们的这个主播新丰也在新丰视线中 为大家继续关注 不仅仅是中国电车行业 同时还有中国5G行业等等等等 关注中国财经以及公司要闻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了 那么说完了比亚迪相关的故事 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军队有关的情况 在昨天晚些时候的时候 香港明报有这样一篇独家报道 银书知情人士表示 但是之前火箭军的高层是频传出事 外界也是说法不一 有人说是腐败问题 有人说是忠诚问题 甚至有人说是涉及到了泄密问题 而根据明报所了解到的情况呢 主要还是腐败问题 涉及到采购军需以及军队和商业军企的这些合同中出现的经济问题 而同时明报的文章也表示 近期火箭军的高层还有人自首 对于火箭军的处理还没有结束 但是之前外界所传闻的泄密仪式 现在呢并没有看到有关的迹象 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啊 明报的这个报道你觉得可信度有多大啊 贪腐问题仍然是火箭军出事的主体 目前没有看到泄密 而同时明报文章也表示啊 现在在解放军内部呢人事也好运作也好一切保持正常 而出现缺省的职位也立刻有人可以补上 似乎对于军队的运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 这是不是符合你对于解放军运作的观察 嗯差不多吧 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是不是邪密啊 但是我知道这么高层的解放军要和西方的情报系统 有某种合作关系啊 几乎是就是说不可思议的啊 虽然不能说绝对 不一定是绝对没有啊 但是呢这个可信度比较低 但是呢腐败 大家都认为呢这个可信度比较高 但是什么性质的腐败 是领导责任还是自己的责任 是家人还是整个体系出来问题 这个啊这个就需要知情人去揭露啊 现在的海外的各种说法是夸张的离谱 不但是海外吧 主要还是包括西方一些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 认为中国的军队啊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尤其是攻打台湾的时候啊 这就打不了了 这基本上就是说这能弄掉啊 简直是就是说 就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最基本的体制 改革开放初期所查腐败的问题的时候 它确实出了问题 比如说查这个远华案 当时候对整个的福建的经济啊 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都认为谁都有事 对吧 以至于后来成为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贾清林 她的妇人林游芳女士也出来澄清 我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实际上有关系人多了去了 江泽民的这个大秘书贾天安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追查 现在早一段时间还被有人造谣 说是在北戴河讲什么话的吃后天 当时就是军方很重要的一些支持者 而习近平恰恰在其中 他为什么又没有被介入呢 哪一天我们揭灭这个事情 但是我今天要强谈的一点是什么呢 内部认识的问题 中共以这个体制的这种对外的不透明 以这个实行行政措施 就是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 当时是坎贝也在那里当领导 我们当时有一个合作项目 其中就是了解中国的决策系统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么其实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 我的意思是说 对未来讲 中国的这个体制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迎合民意 但是对内呢 他有一套非常运作专业性很强 协调性很强 甚至比较就说针对他们的利益 针对他们的价值所运作的这个系统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 尤其是经过早期的改革开放出来一些问题之后 现在这一套体制越来越规范化 内部的这种规范化 使某一个领导人出上 他都有应对的方案 比如说省长出上 他有一个省务副省长 省委书记出上 他有一个省委副书记 他都有一套被推的一种方式 那即算是大家都出事了 他这个体制还会在运作 这就叫组织 他有点像一个细胞一样的 那么这一点去研究中国的决策体系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认为 一个省委书记下来了 这个前省就瘫痪了 这种情况在反腐霸初期会出现 现在就不太会出现了 那解放军的这种体系本来 大家就调来调去 什么这个司令那个政委 跟这个军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他只是一个位置而已 在那个位置 他就授予了某个权力 就像美国的国防部长 今天可以是这个 明天是可以那个 因为他已经有一套规则了 就是美国的规则比较公开化 中国的规则比较命运化 或者是内部化 而这套体制为了慢慢公布出来的时候 大家在了解中国共产党 他为什么会有一些实验能力 为什么不能进来一直被干掉 被垮掉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套运作体系 好 谢谢和民先生来介绍 那么有关于这个军队方面的消息 我特别注意到日经亚洲评论 今天又有一篇文章 那么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细节 一些判断是不是准确 或许在明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中 我们再与大家进行相关的讨论 但今天小阳也好 我们的同事也好 应该很快就会对日经亚洲评论的这一篇文章 其中提出的一些信息 为大家进行介绍和报道 说完了军队相关的消息 今天特别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呢 是发表在彭博观点文章上的 这样的一篇作品 作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裴敏欣教授 裴敏欣教授 实际上这一篇文章评论的是许家印 但是他说的实际上是许家印背后还没有倒下的这一些机构的更多的问题 因此这个题目我们叫做替死鬼 还有始作俑者 所谓的替死鬼呢 就是这一些俗称白手套的这一些冲在前线的中国亿万富豪 曾经疯狂崛起 后来又突然倒下 但是他们的权利 他们在海外进行经济活动 收购活动的这一种许可 到底是谁给的 他们的商业帝国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到底是应该怪他们 还是应该怪到监管不利 以及他们与权利的勾结呢 首先先说到许家印先生 昨天我还要再和我的一个朋友聊 我说你看到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SBF 年纪轻轻的一个小伙子 哇在鼎盛时期2021年左右的时候 身家是一度超过了350亿个美元 那这是比我们还年轻的人 你看看人家 那毕竟是曾经富过 那我的这个朋友马上就跟我指出 说你知道许家印在这个鼎盛时期的时候 身家到了多少钱吗 和民先生猜一猜 不知道 2017年在这个加密货币成为某一种热潮之前 许家印当时的身价是达到了将近500亿美元 那么可以说不仅仅是中国房地产界的第一人 也是亚洲的首富 那么许家印的商业模式到底是怎么做起来呢 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啊 外行看上去很神秘 实际上那一行一看啊 就是那么就是那么回事 言外之意呢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房地产帝国的崛起啊 基本上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房价必须得不断上涨 因为每一个房地产企业实际上 他在获得资金的时候 无非就是几种方式 第一是获得贷款 第二呢是这个发行新债 第三呢就是收取预付款 那么他这样一个模式 如果是可持续的能够继续这个坚持下去 有一个前景就是他必须借 小杨这边稍微关一讲 那么他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 能够这个不被这个商业模式刺破 根本上而言就是需要银行贷款 发行债券运付款的应运资金 能够被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撑起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断上涨的房价的确是帮助许家印撑起了这个帝国 但是来自彭博观点文章的这一篇文章 也特别介绍 许家印在二零一六年达到顶峰的时候 恒大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二百之多 也就是说账面上恒大的每亿美元中 其中有九十美分 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是借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杠杆模式 实际上就相当相当的让人担忧了 但是当时政府的监管部门可没有跟许家印说 你这个模式不行 你得去杠杆了 相反恒大的财务状况 没有给监管部门提起更多的警示 这个包括中国的一些官方媒体在内 包括这个许家印先生的家乡 还把他作为民族英雄来吹捧 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他还成为了政协常委 这样的一个机构的成员 因此各种的舆论 各种的监管机构 各种的地方政府利益集团 对于许家印都是吹捧有加 把他看成是中国成功商人的某一个代表 丝毫不指出他这种商业模式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许家印是不是孤立呢 佩密欣先生就观察到其实他只是多位突然崛起又突然倒下的中国富豪中的一个 比如肖建华 肖建华通过他对于包商的控制 把数十亿美元是秘密的输送到了明天系下属的企业集团之后 结果二零一九年包商银行倒闭了 当时是政府花了超过二百亿人民币来进行救助 那我们也知道羊毛出现在毛山上 这个政府救助这二百亿美元 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 再比如说另外一个人叶简明 叶简明的这个中国华信能源 曾经一次性借到过超过四十五亿美元的贷款 最后叶简明出事了之后 有关于叶简明的通报中说 这是因为他向国开行行长行贿数千万 那我们看到国开行这样一家大型国有贷款机构 成为了叶简明最大的信贷来源 真的就是因为时任的国开行行长是一个腐败分子吗 还是中国的国有贷款银行 选择贷款给什么样的项目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经过一个程序性的监管呢 叶简明的高风险的投资 现在到底造成了多少的损失 仍然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他所在的华信以及能源企业 二零一八年叶简明失踪了之后 就被国家接管了 最后仍然是纳税人为此买单 因此啊 这个包括叶简明也好 包括许家印也好 在培米欣先生来看 他们所遵从的都是同样的一种发家发迹的模式 就是在顺利的时候 实际上是得到了监管和国家公权力的默许和支持 导致呢 他们的财富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正常一个商业帝国的建立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呀 就是吴晓辉 那我们也知道川普当选了之后呢 吴晓辉实际上是与库什纳私下进了一校晚餐 当时就提出要对于库什纳家族拥有的一处房产进行四亿美元投资 后来这笔投资不了了之 还是因为彭博社对于此事进行了披露 很快库什纳企业就结束了与安邦的谈判 这些商业交易既是他们自建商业帝国积累个人财富的需求 但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在海外扩展政治影响力的某一种战略和策略 促进国家利益方面 许家印也是有很明显的例子 比如恒大足球俱乐部显然是响应习近平当时提出的这个构建足球强国的号召等等等等 那裴明星先生提到这些富豪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他们被抓之前你们到哪去了 对于一个企业并购出海以及进行借贷的基本的监管 监管不利 这应该是监管部门承担责任 与地方政府勾结为国家事项买单而造成更大的麻烦 最后由纳税人买单难道追究责任的时候 仅仅追究到富豪个人身上 不应该去追究他们背后的更多的权力腐败吗 因此啊 这个这个佩明星先生在文章最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与政府的这一种默许和合作关系 其实是这一些富豪造就令人称目结舌财富背后的真正的密码 而最后也成为反过来毁掉他们财富的真实的原因 而如果不解决这一种非法以及不合规的财富积累背后的更多权力腐败问题 恐怕许家印先生和他的恒大帝国并不是最后一个 那有关于佩明星先生这一篇文章 这个佩明星先生怎么谈 对 佩明星先生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位很敏誉很专业 很深刻的一位政治学者 他当然讲上是很对的 那么现在大家也在插测许家印的背后 有哪个常委 有哪一个政治委员 我相信大家可以有充分的想象力 然后如果有情况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讨论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度阶段的一个惨物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当时候这些所谓的海航 所谓的叶建民 所谓的吴什么东西 吴小辉 王敬寅 这些人都是响应党的号召 什么呢 做大做强 而且做到海外去 对吧 所以呢 他们的这种情况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狂热之下的一个产物 这种产物就衍生出来了这么多的腐败 衍生出来了这么多的问题 而这个阶段呢 已经慢慢结束了 所以不能说 吴小辉是最后一个人 而是说这样一批人 已经慢慢在减少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并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 西方媒体所夸张的那样 中国已经不可收拾了 恰恰相反 中国已经收拾了 或者正在收拾之中 我说班长总统说 中国的经济 正像一个滴滴作响的一个炸弹 我认为这个判断 说明他得到的简报 不是我们的中国简报 好 谢谢和平先生 那么在今天稍后我们要录制 下周三为大家播出的思想先确报中 我们就继续接过和平先生的话头 现在西方对于中国的观察 哪一些是比较准确的呢 到底大家西方的政策运行者 对于中国的政策以及经济决策 有多少理解呢 近期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这个司马乔丹先生 在他的画中国China Talk 司马乔丹先生是荣鼎集团的一位分析师 在这样的一个播客节目中 非常可以说是意外的采访到了这个坎贝尔先生 那我们也知道坎贝尔先生 因为在现任政府中 实际上与媒体交流的机会非常的少 但如果我的了解没有错的话 实际上之前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时候 司马乔丹先生实际上跟坎贝尔先生 是某一种非常亲密的同事关系 而在接受这样的一个播客节目 主持人采访的时候 坎贝尔先生明显就给人感觉放松了很多 甚至可以对自己的论文 根本没有人看来开一开笑话 开一开玩笑等等等等 而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谈到习近平的决策 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 包括司马乔丹先生很尖锐的问到了 华为现在5G突破了 那你们对于中国的封锁到底是不是失败了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坎贝尔先生也非常诚恳的谈到了他的看法 其实如果您有之前关注到我们华尔街电视的 华尔街智库栏目的话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播客节目 可能已经有所耳闻了 在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提前准备录制的这一段思想先剧报中 我们再对其中的一些重点信息啊 进行提炼 特别有趣的是啊 这个司马乔丹先生问坎贝尔 说说你觉得如果你给习近平推荐一本书啊 那么我们直接给他提建 也好像不太合适 推荐一本书 你会让他看什么样的书 坎贝尔先生想了想说说 我觉得我应该给习近平一张图书馆的卡 他说他觉得现在中国决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好像啊 基本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反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 大家好像都不太愿意说现实的情况 整个信息传导系统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此啊 就像一个人的啊 这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食谱 需要各种各样 酸甜苦辣咸 都包括要一个平衡的膳食一样 习近平啊 也不能光听好消息 各方面的消息都要听一听 因此送他一张啊 图书馆的卡 让他也去看一看啊 华尔街日报 看一看纽约时报 当然也要看一看我们华尔街论坛啊 了解一些对于他不同的评价 这呢当然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 而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会在下周三为大家现场直播 节目最后 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好像啊 经过了这个十一长假之后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休息回来了 打赏的观众的热情程度 重新激活起来了 这是昨天的思想薰日报 只有我们精彩老薰一个人鼓赏 啊 所以大家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多打赏一下啊 谢谢甜点 谢谢阳天 谢谢云水 谢谢JZ 谢谢如是我们 谢谢天地支持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正好华尔街联邦继续为您带来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最新消息 以及评论和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